我積極推廣運動 最重要我覺得 企業主對員工的影響力很大 這還運動樣樣難不抖他 康勳文奏集團董事長李萬吉 不只對員工影響很大 現在更造成台灣人心惶惶 因為這回他被爆出 違反之家檢疫規定 私自外出 要決心要去運動 我就會把時間切出來 又給學生好榜樣 現在卻全了最壞示範 李萬吉周員工家屬爆料 逐月5號從大陸返台後 原本應該居家檢疫到19號 卻在6號外出騎自行車以及游泳 隔天甚至到新店總公司 參與主管會議 偷偷啪啪走 還有更扯的 手機就家裡就往外溜 而且李萬吉還打言不慘 據了解參與會議時 主管區經理10多人 大家幾乎都沒有戴口罩 李萬吉當時還說自己在大陸做很多次檢測 沒有問題 強調你們都不要檢舉我就沒事了 誇張行徑現在新北市衛生局也將對李萬吉 裁罰50萬元 將他送集中檢疫 強制安置 我們違規的人數才華的對象是八百九十九位 那總共累計的金額是一億一千六百零四萬 累計罰金已經超過一頁元 這次居然還有集團董事代投論 檢疫風波讓部首網友很酸 罰太少了 疫情指揮中心也再度強調 由民眾別輕忽國內疫情風險 記者林秀儀 SNG首主台北新北報導